在暑期档正式开始之前 《长相思》和《莲花楼》 应该是大家最期待的两部古装剧了 尤其是杨子和诚意之前还有过合作 这样级别的顶峰相见让大家都很好奇 哪一部剧能够更胜一筹呢 《莲花楼》比《长相思》早一天开播 当初这部剧播出的时候 多个词条登上热度榜 诚意也受到了各种质疑和称赞 但总体来看热度还是很高的 这部剧的题材是悬疑探案古装剧 也算是古装剧中比较冷门的 这也是《长相思》的一次突破 《长相思》在开播之后热度也非常高 因为剧中有三位大家公认的代报男艺人 所以各家也都开始发力 尽可能地让自己相关的词条有更高的热度 剧中杨子共有四条感情线 这也让喜欢课CP的朋友有福了 毕竟剧中每一条感情线都有自己的特点 有网友发现自从《长相思》开播之后 《炎花楼》的热度就变得稍弱一些了 很多相关的讨论也都是与《长相思》有关的 此前大家也都预测过 悬疑探案类的古装剧市场确实要稍差一些 如果想要真的出拳 需要像之前热播的《唐朝鬼事录》一样 在细节和逻辑上做得足够好 古装剧中古我还是最有市场的 《长相思》一开播就陆续地引出了多条感情线 两部作品同时开播 大家关注的就是哪一部剧的热度更高一些 除此之外就要看哪一位男演员能够成为这个数七档爆红出圈的演员 最近有网友盘点了两部剧中共六位男演员的圈粉情况 诚意的吸粉效果一直都非常好 之前虽然没有剧播出 但他每次圈粉情况更新后 都有让大家惊喜的数据 这次剧播后成一圈粉超过十万 在莲花楼的三位男演员中圈粉最多的是曾顺希 他的圈粉量超过了二十万 也是两部剧的六位男艺人中圈粉量最多的 但在剧播的过程中关于曾顺希的角色网友们讨论度并不算太高 连上热搜的次数都很少 在长相思中目前圈粉最多的是邓伟 他涨粉十六万 剧播后他与杨子的角色的感情线是最多的 而且也是最明确的 邓伟的角色上热搜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所以目前来看很多观众都非常喜欢他这条感情线 相比较之前他在其他剧中的表现 网友们都认为这次邓伟演技进步了很多 但从预告中能够看出后期他做了对不起女主的事情 两人也有一场烈心分手的明场面 不知道他现阶段积攒的人 其能否一直稳定到后面 原本很多观众都非常看好张婉一的感情线 毕竟之前魏大勋刚凭借维谷科的感情线和精湛的演技走红 而且预告曝光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张婉一的演技很有爆发力 但前期这个角色做了很多对不起女主角的事情 而且后续的人设也并不算讨喜 所以接下来还有待观望 目前作品才刚开播 或许接下来随着故事的走向 观众们也会有不同的态度 李莲花 方多变 迪飞生一行三人来到了百川院 这个李莲花曾经最熟悉现在又最陌生的地方 十年之久物是人非 故人相见却不能真面目相对 反而让李莲花再受一波打击 因为少师见的现世 百川院中汇聚了一读宝剑真言的武林中人 李湘怡见到了曾经的恋人乔婉勉 只是她早已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而那个人是李湘怡曾经的兄弟萧子精 在李莲花救下乔婉勉后 后面赶来的萧子精不仅没有感谢之言 而是见风相对 出言就给李莲花扣上了图谋不轨的帽子 要将李莲花治罪 这满满的敌是从何而来 不外乎就是她发现了李莲花很可能是李湘怡 只是没有得到印证 看到李莲花对乔婉勉的关心 她生怕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人被人抢走 直接对着李莲花出手 如果不是方多病在 恐怕她真的会下杀手 之后百川院的几位院主去试探李莲花 她并没有一同进门 反而是在门外等候 按说发现多年兄弟还活着应该激动开心 恨不能即刻相认才是 在她身上只发现了害怕和警惕 当确认李莲花不是李湘怡后 她反而轻松了 因为她知道只要李湘怡还活着 那乔婉勉就不再是她一个人的 而且还有可能因此失去乔婉勉 李湘怡回来 她又要屈居在李湘怡之下 那种降维打击她很不想继续承受 李湘怡和萧子金不禁让人联想到小李飞刀的情节 李巡欢和龙孝天是兄弟 李巡欢的恋人也是投入到了兄弟的怀抱 这个兄弟也真的是很好 夺人所爱还要取他性命 在萧子金的身上也看到了他对李湘怡的虚情假意 解散四顾门就是他提出的 那么急着将李湘怡的东西毁灭 又那么殷勤地对桥婉勉 恐怕当年谋划李湘怡中毒也有她的一份力 十年前的东海之战对李湘怡来说是要找回师兄尸骨 对迪飞生来说是巅峰对决 对于很多人来说东海之战就是一场阴谋 可以让李湘怡消失的最佳时机 目前还不知萧子金充当了什么角色 但总感觉她绝对是坏人 想创业的年轻人多学李湘怡 干事业要颤早 敢想敢干 只要你有能力 越早发光越好 只是遗憾李湘怡为啥不早点跟乔婉勉在一起 哪怕让对方知道自己心里也有她 可惜了 白白便宜了萧子金那多忘恩负义的两面派 不仅伤了乔婉勉的心 还为自己留下了隐患 成为神医李莲花后 她的淡泊名利和退隐江湖 不仅因为功力仅剩一层 更是看淡人生 我想 如果十年前李莲花就寻的单孤刀的尸身 恐怕她埋了尸胸后 早就找个地方自尽了 对于曾经武林第一的人来说 一下子武功尽费 这样的人生跟死了没啥区别 她不想要 她找了单孤刀尸身十年 随着平淡的日子过得多了 她的心态自然随和 桀骜少年变了 当初被告知只能再活十年 如今剩下不到一年光景 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 感恩的心 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菜 能看着最爱的杜鹃花盛开 能睡到自然醒 能一人一狗晒太阳 能凭借推理来助力疹病 差不多每天都有五两银子的入账 远离江湖的平凡日子很幸福 过日子就应该学李莲花 该放下就放下 能出人头地当然好 不能的话 能保命最好 更何况剩下的时间里 李莲花还遇到了徒地方多病 静敌敌飞生 携手破解多庄离奇案件 毕竟像李湘怡那样的英雄几十年难出一位 像李莲花这样的平凡人才是肉眼可见的大多数 女性角色在这部剧中只是不重要的点缀 原著本身就是一部 那种 想说 莲花楼没改成双男主的戏 已经算是很克制了 所以陈兜林以一种没睡醒的拉胯状态出场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毕竟这个女演员的演技越来越端着 出道时的灵气早已随风飘散 总体来说 莲花楼就是靠演员的颜值来撑播放量的 古装 武侠 悬疑 这些词都是噱头 等质上还是一部古武剧 修飘 你 是